地处悬崖峭壁 竹水而居 面积30余平方米 近日 中兴社记者探访了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县人洞旧石器时代遗迹 与考古人员探秘古代人类的生存智慧 整个洞长是9米 宽是4米 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的地方也有将近4米 这个洞整体是斜向下的 面积大概30平方左右 这个仙人洞和我们其他周边发现的40个洞穴相比 可以说这个地方这个洞穴在古时候算一个豪宅了 位于玉溪山地和淮河平原过渡地带的鲁山地区 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始于2019年 考古人员在此发现有46处洞穴 其中仙人洞是今年考古发掘的重点 那么古人类为何不选其他洞穴而选仙人洞 古人类实际上就是以生存为前提 它出于本能 它会选择这种大小比较合适 另外比较干燥 离水源比较近的洞穴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人类一种智慧的体现 仙人洞处于鲁山县观音四乡境内一座山峰斗壁上 海拔576米 距现代河沟垂直高度为193米 记者随考古人员前往 从山下仰望 仙人洞若隐若现 考古人员介绍 他们每天要进山四趟 耗时约一小时才能到达 有些路段山势陡峭 需手脚并用攀爬 每日如此 甚至把一些树叉摸出包浆 从山上俯瞰 仙人洞洞口几乎接近垂直 赵勤波介绍 仙人洞于2020年6月首次发现 洞内发现有动物化石石器等 同年9月首次对仙人洞遗址 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目前仙人洞遗址发现大量动物骨头 破碎严重 有牛 马 羊 鹿 及一些猎齿类小型哺乳动物等 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 从聚精约300万年开始 一直延续到聚精约1万年 赵勤波介绍 旧石器时代典型特征 主要是人类使用打制石器 作为劳动工具 他们在洞内发现一件直径3厘米的历史 有一定磨圆度 推测应是被古人带入洞内 洞里还发现一枚有砍痕的动物之骨 当时猛一看以为是很普通的一件化石 但是后来经过我们用这个显微镜 仔细观察之后发现 这上面其实是有一些 古人类的一些切割砍杂的痕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